各位家人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太上感应篇的课程 安排了应该也有四个礼拜的时间 我想我们记得多少京剧 记得多少故事 这个都是其次的 最最最重要 我们要带走的是 深信因果 你什么没有记住呢 Don't care 不要太挂哀 这四个字一定要带走 这四个字一定要放在心上 不可虚离 这一帖药包治百病 我好像变郎中了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好像开了不少药 真的 深信因果 你什么烦恼都不见了 所以佛的妙法 可能一句就能让我们 恢复本性 这句深信因果 会不会让我们开悟 会啊 这不是我讲的 深信因果者 终必大明书 终必大明乎 心性 善谈理性者 终不弃离这个因果 所以他教理 心性都通达的人 他不会不谈因果 深信因果者 终必大明乎 心性 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明心见性 障碍在哪 有分别执着 有妄念 深信因果的人 他就安住在这个真理上了 安住到有一天 他就开悟了 因为任何事情 不会再动他的情绪了 是吧 人为什么会懊恼过去 不甘心吗 人为什么会担心未来 他怕以后不好吗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将来跟现在分得开吗 全部都是因果在相续 师长老人家强调 因果在哪里 就在眼前 会观察的人 诸法实相在哪里 这个就要善于观察 善于体悟 不善于观察体悟的人 听经听了三四十年 经典还是经典 生活还是生活 就达成两节了 好 那我们会观察因果的人 那师长老人家 有没有把因果 给我们表演出来 有吧 对啊 好 那师长老人家 他表演的因果非常精彩 我们因果其实就是因缘果 那缘 它有善缘 有恶缘 我们一听到恶缘 难不难过 起这个难过的心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的心动了 所以真正的重点 不在外面的缘 在我们自己的因心上 我们善不善于用心 善于用心的人 面对世人都 没有办法忍受的境界 他不断提升他的境界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你会吗 这句我们重复了好多次了 我们学会了没有 这个 我们除了要把生性因果带走 还要把会不会带走 OK 这个会不会 一定要体悟到 其实会不会就是 会不会用心 心能转悟 则同如来 如来跟我们的差别在哪 有差很多吗 没有 一念之间 我们这一生觉得 没有办法忍受的事 甚至放在心上 都已经十年 二十年了 你看这件事 严不严重 在向上讲 都二十年 心结都打不开 当然严重了 可是从理上讲 一念之差而已 真会善用心 悲愤都什么 成力量 危机都变转机 烦恼都变菩提 其实我们在座的学长们 有没有给我们表演 有没有 你会吗 你要会看 比方说我们 这个孝聪学长 名其学长 那他假如每天在那里 我造了那么多地域 我等着下地狱吧 那这是他的念头 有没有人一直沉醉在 自己过去的错误 拔不出来 多得很 可是你看他一转念 这个变成度众生的 大慈大悲心 所以有一句俗话讲 浪子回头 金不换 那是最可贵的 所以师长老人家 特别善巧 都是在启发 我们学生的责任感 在师父讲 十三一道经的时候 就提到 刚好他可能出国 刚回新加坡 他面对 大部分是出家的法师 他说我这一次 飞回来 在飞机上面 看到旁边坐的 小朋友 在飞机上 这么长的时间 都在干嘛 打电动玩具 目不转睛在那里 打那些电动游戏 可能不少都是什么 杀人游戏都有 接着师长说什么 他看着这些弟子们说 这些都是你们以后要度的众生 师父看什么东西 他都生智慧 他借由这个缘去提醒学生 你们都是出家 发愿要度众生的 你们以后 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众生 现在实力不好好积累积累积累 扎情不能混日子 不能发空愿 所以陈德现在看到孝聪跟明启 觉得这个打电动玩具的众生是有救了 当然我不是把责任都推系给他们 这个谁众生心应所质量 今天我到监狱去 或者到强制戒毒所去 我就跟他们说 我告诉你们 要把毒戒掉不复杂 迷雾一念之间而已 下面的人听都听不下去了 理解得很高 他们说你赶快走吧 赶快走 突然来了一个 诸位兄弟啊 我以前跟你们一样啊 他耳朵都竖起来了 所以什么叫浪子回头 金不换 应以什么身得度 极限什么身而为 说法 他才觉得亲切啊 他才觉得很能接受你的话 用什么 共鸣啊 所以今天你要去跟狗说法 你要怎么办 你要先献狗身才好跟他沟通 我不是说现在啦 当然你现在已经入观音菩萨的时候 你就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再度 因为有人看到了 你就得走了 OK 为什么有人看到你就得走了 因为一下子呢 他会秘密给你拍照 然后发到微信上面去 某某人是观音菩萨 就一堆人来了 最后呢 一堆人一开门看到一个人做话的 他度众身的缘没了 因为每一个人来 不是听他讲经说法了 干什么 给我头摸一下 给我头摸一下 你完了 没有缘了 所以这个 佛菩萨为什么说身份曝露了 就要走 这个像 这个是理认啊 会思维的人 你就可以体会到 就想起师父有一天 遇到一个人 在香港 我不记得 好像成德不知道 有没有在旁边不大记得了 现在年纪大了 记忆力不好 你看我书跌这么多 请大家见谅 以前都没那么多书 因为记忆力比较好 隐经据典 都还记得 现在呢 隐经据典 怕前据来了 后据接不上 书可以马上翻 所以看到年轻人 很高兴 何不于强健死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当时我在香港 有一个人跪下去 到香港找师父 师父你今天不给我圆顶 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师父看着他说 你不走 我走 那我们话又说回来 话又说回来 我们刚刚讲的 会修的人呢 遇到世间人 完全不能接受的境界 他反而是他 不断提升 甚至是大提升 快速提升的缘 我们就不说别人 首先指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 我想接下来 成德要举哪一个公案 可能有不少同修 都知道了 世尊前世座 忍辱先人 可是这个例子 我们都听过了 用上没有 用上了 事事是好事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过 人家割我们的肉 你说有 我有遇过 一片一片有没有 没有吧 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人 早就被公安抓住了 那个时候他遇到的是国王 割力王是国王 给他凌迟猝死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佛菩萨 包含我们的师父上人 给我们的表法 我们要看懂 这个都是大权实现 割力王 割结他的身体 这是恶缘 所以佛陀 前世 有没有造恶因 有啊 不然他怎么会遇到 这样的恶缘 他老人家 面对这境界 会修 把这么严重的恶缘 怎么样 还了 不止还了 把这个罪恶的缘 转成什么 不是善缘而已 法缘 他告诉割力王 我成佛之后 第一个度你 所以初转法轮 第一个开悟的 侨诚如尊者 就是割力王 你看佛陀又给我们表 一个什么法 说话 算话 所以我们菩提心发了 可不可以退 不能退 要信守承诺 退了 我可能能力不够 念头很多了 开始 我爸爸妈妈身体也弱了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最后气都消了 好 我爸能力不够 师长老人家有说 红法立身要靠能力吗 我没听过这句 我只听过他老人家说 自诚感通 没说一定要有很强的 多强的能力 再来 我觉得我能力不够 其实这一念 不信佛 有人就说了 我很信释迦牟尼佛 我不相信我自己 我说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你相信释迦牟尼佛 那你应该相信 他讲的话吧 那我不说其他的 就相信他讲的第一句话就好了 开悟以后第一句话 对啊 那你就不相信 那你还说你信佛 所以说到最后 我们都信谁 都随顺自己的念头 所以为什么说修学第一个 随顺圣贤佛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每一天有多少个念头 万境交集 一不觉察 难免种种 为理琴想 撇而而生 而且他一念来了 念念相训 你就一直在沮丧当中 所以会用功的人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我父母年纪也不小了 这叫未来烦恼 你父母真的要你照顾的时候 你就赶快回去 也是表法 人家老人家 现在明明全力支持你 你还在那里打妄想 你是对不起父母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不是我逼你们的 是你们自己点头的 对啊 父母是你的大护法 这么殊胜的缘 你还在那里打妄想 你不是糟蹋他们的发行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多稀有啊 人生最难的 就是这个亲情的割舍 他把你舍下来捐给众生 你看这个是稀有 殊胜的菩萨心肠 你要满父母的愿啊 当然因缘是会变化的 真的你父母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 还有念头吗 恶化不说干什么 回家啊 照顾父母啊 哪有父母有情况不照顾 那我们还讲什么传统文化 你看师父上人 刚刚的开始 佛法就一个字 哪个字 笑话 就包含整个佛法了 好 发了愿啊 哎呀 我以前太狂妄了 愿发得太大了 我看呢 我就啊 回去找个工作 然后我也会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告诉你 你的命跟我差不多 没有后路可以走 你今天没有遇到另当别论吗 你都已经明白这个世间现在什么最重要 宏法立神嘛 人家世间人他的缘还没到还在玩乐当中 每一年最后一天还在那里 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你不能怪他 他原来没到啊 你都遇到佛了 你还在那里五四三二一 那真的是可怜民者 没办法啊 你遇到佛法 你还这么挥霍一分一秒 那还得了 不是玩弄佛法 消遣佛法 那不行了 你不只遇到佛法 你还遇到当前的大圣之士 他有大智慧啊 他的理念都是旧世间的 你都听了那么多了 连一个旧世的事业 你都发不了心 然后说我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告诉大家 西方极乐世界 恶成种不生啊 生文圆绝都往生不了啦 佛经上有没有这么讲 有啊 往生的人有一个条件 大家的耳朵突然竖起来了 二十四瓶 三倍往生 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世间的苦难摆在你面前 还有一个大字说 怎么救 然后你 我还是回去找个工作吧 那菩提心怎么发 所以遇到师父啊 是这一身成佛成熟了 是这一身度众的缘也成熟了 所以昨天跟大家讲 孔子说君子 义以为职啊 君子的本质是什么 道义啊 仁义啊 摆在面前 仁义 道义发不出来 连君子的资格都没有 还说去做佛 那不可能 从理上讲 这个讲不通 当然 你发了这个心 还没有缘 去这一些工作 这些因缘 那昨天我们也讲了 你发心了 一念怎么样 遍虚空法界 佛菩萨都知道了 你现在安住你的因缘 积累 红法律生需要的这些能力 《易经细词传》里面讲 德博而畏尊 智小而谋大 力小而负重 大家听过这一段没有 得博而畏尊 得博而畏尊 自小而谋大 力小而负重 显不及 显示很少 这个不及就是 很少不遭灾难的 灾祸的 很少不及灾祸的 就是会灾灾难的 大家想象一下 你扛得太重了 最后会怎么样 就压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在哪一卦当中 顶卦 我们说三足鼎立的顶卦 三足 有没有 这三足 在这句话里面 有没有展现出来 要顶住 需要什么 德行 智慧 能力 你比方说 你今天选择 讲经 讲经 讲学的这个方法 你要学 经验 你要积累 这能力 今天你要去做护法 这些管理的能力 或者你要去做后制 都要学能力 所以事实上 发了愿 都是佛菩萨安排 只要我们不退心 随时都有佛菩萨在护持我们 不用担心 所以所有的烦恼 都来自于 不相信佛菩萨的教会 这才是根源所带 信呢 信为道源 功德母 真信的人 念念都是 真长善根 长养 诸善根 他相信因果了 六根接触六成 他就在观察 他会明白 很多真相 从世间当中 他就会去观察 好 那 陈德刚刚是跟大家说 你的缘还没到 你现在好好积累 自然就会安排你了 昨天还跟大家提到 那师父老人家 发愿出家了 他也不用去找人 人家来找他 你看多自在 你看多自在 所以你修炼到 人家一看 你不能在家里了 把你拉出来 那就是远比较成熟了 但是你也要看谁拉你 假如是搞民文立养的人拉你 你也要会判断 你不要到时候被拉出去出事的来找我 你不要到时候被拉出去出事的来找我 所以 法是远的你不可以拿一句 只拿一句又变什么 执着 一直成病 法是远的 每一句跟每一句之间没有冲突 所以要远解 好 那话又说回来 我跟大家保证 每一个人在当前就已经在师父的旧式理念当中 大家相不相信 对啊 刚刚那个叫方便说 现在这个叫真实说 来请教大家 你觉得师父有教会我们来一些 就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理念做法 普利学长 学生说的应该不一定对 但是就学生自己的 没有标准的案 大家不要挂爱 想到什么 说什么 学生认为是因果 如果众生能够相信因果 坚信因果的话 这个世界定会和平 非常正确 你看师父说 现在就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什么教育 麦克风还不能拿走 好 你现在体会到 因果教育可以做事 然后呢 然后就需要培养 弘扬因果的人 就也要人教呀 就想让大家相信就得人教 就要人教 然后呢 然后就是 就现在就像我们学生 我们就得好好就 但是就现在老师很少 就像法师像您这样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就是 所以您的任务很重 这一步就得靠 就是 就是师父老人家 然后 把法传给 就是法师 你们这一代 但是你们这一代的话 就 师父一开始是一个人 但是你们这一代 人就要稍多很多 然后你们这一代 再传给我们 又会多很多倍 所以 然后我们再好好学 就再传给更多人 就是师父所说的 就 这不是一代能完成的事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Hold on 你们这一代人 会出很多人 你觉得要先出谁比较好 自己吗 好 来掌声 好 请坐 我们这几天 一直跟大家交流一个 修行很重要的态度 佛法是什么 内学 你听了很多道理 这些道理要怎么样 往内 不然 不然师父在那里 传法的人重要啊 然后我们一听到这句 谁很好 谁可以 谁怎么样 都往什么 往外 其实呢 其实呢 成德也是 被师父上人 棒喝的 当时候呢 刚学佛 记得是在高雄 进中学会 那时候成德还在 带课 还不是正式老师 还在带课 礼拜天呢 去拿法宝 顺便参与念佛 刚好那一天晚上是 悟道法师要来讲法 结果 这个念完佛 吃晚餐 那悟道法师是 晚餐后才讲 刚好呢 吃饭的时候 这个学会呢 又放师父讲经 刚好讲到 普贤十月 请佛注释 请佛注释 结果师父就讲了 你看这个事件 这么多人 遇到佛法的 有几个 遇到佛法 又遇到当生成就的 念佛法门 又有多少 遇到念佛法门 还遇到这个净土 第一经 汇集的善本 又有多少 接着师父讲了 你不请自己注释 你请谁注释啊 哇 那个印象很深 好像全身触电了 所以佛法是内学 任何一个教会 要往内 可是大家可能 在这里说 好啊 那我要请自己注释 可是我现在 德行也不行 智慧也不行 能力也不行 那我怎么注释 这一句话 又变成你的执着点 所以 什么都不能执着 好 所以告诉大家 不是 主委学长 我刚刚有没有讲什么 我刚刚有没有讲这句话 没有吧 你们不能说 我讲这句话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白方李老先生的故事 没听过的举手 好 请放一下 那陈德就 说短版 跟大家讲 老人家是 踩三轮车 一辈子 到了七十几岁 有一天回到自己家乡 看到一些小朋友 没有去学校读书 还在那玩 他自己是 不是智 没有读书 一辈子的遗憾 看到孩子不上学 他心很痛 了解为什么不上学 交不起学费 哇 他太难过了 回去 把他一辈子存的钱 五千块 这个应该算 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五千块拿出来 告诉他的儿女 我要把这五千块 捐给我的母校 我们故乡的小学 让交不起学费的人读书 他的孩子说 爸你疯了 那是你养老的钱 他说这是我的钱 你们管不着 他拿去 校长不敢收 他都七十多岁了 看到他的那种赤诚 被他感动 也不能不收 接下来更让他的孩子 惊讶的是什么 他说我从此 从操就业 开始赚钱 踩三轮车 所有赚到的钱 全部给学生 助学 从小学到大学 都有他的 帮助的学生 他踩了将近十五年 踩到九十岁左右 他踩的公里数 绕地球十八圈 赚了三十多万 给他帮助的大学生 就很多 那个大学生 接受他亲自搬过来的 讲学经 终身难忘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 踩着脚踏车 帮助他求学 你说这个孩子 会不用工吗 所以被他帮助过的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 没有不做公益事业的 最后他活到九十多岁 当时候他 好像生病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个天经的人 都在关心他 都被他感动了 那我们冷静想一想 他老人家 有比世间人多的财富吗 那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比他有钱 他有比世间人 好的体力吗 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比他有体力 他有比人家好的 这个学历啊 头脑啊 外在所有的条件 他都是不如人的 可是他却唤醒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啊 唤醒了 对下一代教育的责任 就被他唤醒 他用的 都不是外在的东西 用他的什么 自成的心 自成的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我们以现在的条件 毫无保留的去努力 去付出 当下 就会感动你身边 有缘的人啊 所以师父的理念 不是要怎样了 怎样 有了什么功夫了 然后接下来又有什么缘了 你才能做什么 所以师长老人家 这个过年期间 对内部还有一段话 老人家说 传统文化在大陆 不能够弘扬开来 为什么 因为示范点榜样太少 这个是对这个时代的关机 其实师父讲了 现在的人啊 比较浮躁 你哪怕送很多资料给他 他看不看 他不一定看 看了有时候不上心 得怎么办 你给他亲眼看到 他就信了 所以在联合国师父参加了 十几年的和平会议 理论都讲透了 这个是理想 做不到 我们看17年3月 带了九个大使去看 请问 净空之有色 什么时候披下来 那一年就披下来了 是吧 快不快 为什么 看到了 好 那我们再回来 普利刚刚讲到的 因果教育 可以救这个世界 那请问大家 还有什么 是救世的理念 小宗 老法师讲经 还有一句话 给小松 印象很深刻 就是 教育要本土化 要与时俱进 这又是一个重点 你不能本土化 跟与时俱进 你做得很好 现代人说 不可操作 现在人要找理由 很厉害的 你假如方方面面考虑 这个跟我不行 不相应 我干不了 请坐 你看这个都 很重要 现在这个时代 不做普贤菩萨 度不了众生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本土化 跟现代化 就是恒顺众生 还有没有 好 我们赵太医 也感谢他 很辛苦 护念很多 学长 学生这几天 对师父的一句开示 就是上周 章发厅长在问师父上人 他想救度监狱里的 这些众生的时候 这些人的时候 师父说 伦理 道德 还有就是 那个叫什么 就是三条 一个是伦理 道德 还有一个是 因果 因果 对 那这个呢 是我们 整个社会大众的 整体的教育 还有就是 重要的就是 要办学校 要从 同盟养政 要从孩子 一直办 连锁的学校 开始 加上我们大人的 各种的 伦理 道德 因果 教育 那这样呢 才能完成 基本的教化 好 谢谢赵大医 那 讲到重点了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要有 伦理道德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贤教育 好 好 于晏 法师好 学生 觉得这个时代 因为 我觉得媒体 真的力量 很强大 然后 因为我看新闻 现在 百分之八 九十 都是在传导 负面新闻 然后自己 今生 也有缘 在做这个行业 然后也希望 这一辈子 能够 一直做下去 因为 我之前 愿力 不强 真的不强 但是刚刚 听您说到 白方理老先生 这个事情 以前我也听过 但是之前 没有这种感受 刚刚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 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我觉得 他一个老人家 愉害很有善根 他还很有赤字之行 这一点 真的要跟他学习 没有阿弥陀佛 我刚才听到 他一个 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家 看到孩子那种状况 他有这颗心 自己的体力 从操就也 才删成成 那么残的入城 我觉得 他有这种能力 他能去做这件事情 自己为什么 不发出这颗心 去做这件事呢 好 所以自己 今生一定一定 坚持 自己这颗心 要去做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余海 你做 这个陈德要站起来 给他 致敬才行 这个是佛陀教的 我们要理 初发心 菩萨 发心 就是入菩萨位了 只要心不退 就是初发心 菩萨 好 那大家听完 余海的话 余海 他学的是媒体 所以媒体 可以救国 可以救世界 所以这个事是余海的事 不是我的事 你看 这么像 对不对 所以华言经上说 主办 云荣 媒体这件事 余海是主 听到他发心的人 都有一份责任 护持他 是不是 你们是办 配角 比方说 这个我们刚刚 我们赵太医讲到的 办一条龙 很重要 然后他去一条龙 服务了 他十八班 武艺也学了 不少 因为他 他去到 这个 一条龙 少保 少师 少妇 都能干 因为他小孩 他也带过 他又学艺 所以你跑不掉 对啊 你培养孩子 要依照古法 古法 文王世子篇 就是培养 国家接班人的嘛 我们现在是不是 培养国家接班人 培养文化接班人 一样重要吧 也要有三太三少才行啊 所以你看佛法很有 很有趣吧 很圆融吧 主办要圆融 你说这个 赵太医是主啦 我们 武阳 就是伴啊 武阳 要记得 给一条龙 送书来 哎呀 有没有人 突然有一个念头说 我咋这么倒霉 今天遇到 成德法师 讲过的话 他都记得 想赖皮都没办法 大家 只要你们上台 刚好碰到我在台下 下次我再见面的时候 我会说学长好 当年 怎么样了呢 开玩笑的 因为我是持不杀戒的 讲的话会让人家有压力 我是不讲的 只要我讲第一句话 对方做眉头 我就 扛扛扛收兵 不能再讲下去了 不然叫执着 我 讲到人家都已经生气了 那已经是太迟钝了 出言要顺人心 那于海是主了 那他要播节目 去哪里找节目 去太医堂拍摄 你看 这个太医堂 依照伦理道德 那个常常还做义工 都是行的是义道 还一拍出来 感动多少人 不然人家于海发现 没地方可以拍 所以你看一台戏 一定要有主角 又要有配角 不然怎么唱 斯加摩诺 一个人 只好灭渡 只好又入班内班 唱不了戏 他是唱主角 指纹来学 卫文网交 那谁去找学生 他的弟子们 弟子们一出去 你的师父是谁 人就带来了 帮忙招生 那佛陀的学生 要帮忙招生 我们要不要帮忙招生 要啊 你好不容易遇到 善之士 你不介绍给众生 不慈悲 追身修行 要成就 善之士是关键 那你都遇到 这么好的老师 你还不推荐 遇到这么好的法门 你还不介绍 所以黎宾老说 你遇到念佛法门 不介绍给人家 你就是不慈悲 好 说到这里 不要太激动 一到一路上 念佛好 念佛好 那学佛的神经有问题 要看缘分 缘成熟了 你就要叫他念佛 缘不成熟 你念到身体很好 额头发亮 你是怎么保养的 你不就介绍给他 没有缘的要照缘 没善根的 要给他种善根 有善根的 让他增长 善根成熟的 你要帮他当身 就要成就 无量寿经教的 不是我讲的 如是妙法 信听闻 因常念佛 而生息 受此广度 生死留 佛说此人 真善有 所以讲了那么多主办 也提醒我们 会修行 六根接触六层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一听了什么 那是谁的事 那是谁的事 全都是分别执着 你看到一个人发心 我有力量 我帮一分 没力量 我还要随喜功德 哪没有我的事 我这是英国 他在福州 我每天给他回降 信不信 对 那遇到了 那我们不 静心经历 护持 那我们就 不仗义了 仗义要学指路 是吧 愿车马 与依清求 与朋友共 避之而不寒 所以指路 假如遇到念佛法 一定是 推荐第一名的 好 请诸位学长 这样分享 主要也是想 大家回忆回忆 师父有哪些教导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大饭店 现在正在落实 师父什么就是的理念 现在回答问题的 锁定集团员工 当然 我这一个问题 好像有点分别之中 你们听完不要觉得 没我的事了 你看得懂的 你又可以护念他们 是不是 他可能没有看那么 其他那个面 你又看到了 你一说 原来我这么重要 这个你也在 请佛 注释 所以光光相容 你照他 他也照你 你的发心照他 他的发心也照你 所以为什么 供学的时候 好像听课 效果特别好 回到家里自己修 很快就梦见周公 因为那个磁场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为什么孟母要三千 因为他住在 杀猪的附近 那个场都是那个音器 他住到学校旁边 那个磁场不一样 我们毕竟还不是阿罗汉 又不是这个 身在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还不是那个境界吧 这个时候环境很重要 好 哪一位 我们方请 老师好 各位同学好 现在就是我们 博大饭店的话 有在学习家文化 就是市长两人家讲的 就是在企业内 以这个道义之心 来落实这个家文化 好 谢谢方请学长 掌声 我跟大家商量一件事 就是 大家能不能接受 乘者这个太上感应篇 不敢进度 要你们同意啊 不然我会脑海众生啊 因为可能学长在听的时候 怎么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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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先建立共识 才好出发 但是大家要去感受一点 陈德有没有在讲 太上感应篇 你看这些心态 跟太上感应篇 有没有关系 有啊 都是感应 而且我们的心 整个发出来 或者用对了 那个经文 你一接触 你就有误触 你的心没有打开 你一接触 就开始记识 课程当中讲了什么 记一记 请问大家 这些年来 我们记得笔记在哪里 看了没有 所以师长老人家 那时候去学的时候啊 里面的老师说 你不要抄笔记 挂号 师长老人家 不然我讲完之后 很多人想抄 他就挂碍了 其实大家要注意 陈德已经说过了 医了医不医不了医 哪个方法你得力 你就用 不要我今天讲啥 你一听完 怕我看到你好像 有挂碍了 又学成挂碍 那不行 师父领静门 修行得不得力 只有自己知道啊 我们的同参道友 又没有他心通 他怎么看得到 但是那个道理 我们要了解 那个理总是 我们没有办法一步踏到那里 最起码我们往那个方向 是吧 那华言很高啊 可是你一定往他的方向 一步一步踏过去 众去远 以见其一马 所以当师长老人家 那个根性 他是用心去领悟的时候 他听完这一节课 心境有没有改变 上去了 那抄的那些东西 他境界都上去了 那抄那些东西干嘛 当然 师父还有一个配套措施 就是他的记忆力很好 不记 讲完 百分之九十五 还去给同学赴讲 这个是老人家的状况 当然我们现在这些 悟性啊 能力不够 我抄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我把它抄下来 今天晚上再看看 看到啊 放在心上 不会忘了 这个才是抄的意义所在吧 抄了以后 灰灰朽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不应该引这一句 因为这是徐志某的话 有刘弊问题 有没有刘弊 有啊 突然有一个人 跟徐志某过去生有缘 就因为我这一句话 这句话从哪里来 赶快回去 百度一下 结果从那一天开始 看徐志某写的东西 我就追过 追过啊 所以想要讲话 不放口过 可不容易啊 所以了凡事讯上说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这个善啊 为什么 为论 这个要行善以前呢 首先要先什么 明白什么是善 不然自未行辞 岂之造孽 以为自己在行善 但是理不明啊 善心做了恶事 最好的一个例子 吕文义工 辞掉相位 回去 看到一个人 喝醉了 是吧 挡在他面前 很嚣张 那吕工很慈悲 算了算了 不跟他计较 绕过去 一年以后 这个人被判死罪 吕工听到这个消息 我做错了 假如当一年前 我看到这个情况 把他送到官府去 给他严惩一下 小逞而大戒 他就应与为戒 不会那么嚣张 因为他这个行为以后 老子连宰相都不怕 宰相都怕我三分 他就完了 所以仁慈 不只要有自受用 还要有什么 他受用 要考虑他 他现在这个行为这样 他很狂妄 怎么办 才能帮得住 一定要让他得到教训 所以佛法为什么说 听经重要 明理重要 你明了理 你才知道怎么去 利益自己 跟利益他人 那刚刚 问大家问题 其实每一个学长 一回应回来 他的适中又有理 然后大家都参与其中 然后互相 又感动又笑 印象深刻 成德一个人在这里 唱独角戏 唱着唱着 还有人梦见做工 你看刚刚这样 大家笑得那么开心 每一个人梦见做工 所以我们 我们就 一切随缘 神光不要太执着 一切随缘 我们就顺着缘 你看包含 这个我们普利刚刚的回答 也不是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 你看他的思考也很有逻辑 不断的从根本去思考 最后他就请自己 祝师了 接下来我们看 其实啊 华言经 这种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就在当下 你不要有一个念头 华言好高哦 华言是不是佛陀讲了 那佛陀是随众心 心因所之量 那他在说婆界讲的经 弃谁的鸡 说婆界的嘛 那弃不弃我们的鸡 会不会佛陀讲完 说 嘿嘿 我说嘿嘿是我家的 对不起 你做不到 不可能嘛 师父说那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 你不只遇到华言 还不只这么殊胜 你还遇到了一个善知识 把华言演给你看 你还不照着华言做 那不是招大的他老人家的表演 对啊 我请问大家 现在这个世间最难搞的是哪件事 宗教团结 现在那么多恐怖爆炸 什么造成的 宗教之间的冲突 当然你再更深入一点利益的冲突 全世界最复杂的问题 老人家花了多久把它搞定了 你说老人家搞定了 可是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还很乱 大家要了解 每一个人 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国家 有他的供业 假如这些供业 佛菩萨都能背 佛菩萨找背完 他是同体大背 他能背 他还不背 那怎么吃背 所以我们学感应篇就很清楚了 祸福无能 无门 为生制造 那是他自己感召的 那是他自己的恶业 感召来的恶果 佛菩萨也不可能 能帮他背 穆建联尊者神通第一 释迦族要灭族的时候 他用神通 把好多人 几百人 放在他的玻璃里面 救他们 后来 我救了很多人 一打开 里面都是血水 神通 不敌 业力 佛菩萨 谁没有神通 他都可以帮我们把业消掉 因为那都是我们自心变现的 只有我们的心转 这些业才能转 那最复杂的是 老人家这么容易就化解 他把华言的方法用上了 各个第一 不是化解了吗 各个第一 互相尊重 互相赞胆 不是普贤行 礼尽诸佛 称赞如来 对每一个宗教广修供养 一讲到自己宗教 忏悔业障 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人家做得好 随喜功的 天主要办医院办得好 随喜功的 我们有能力 还要支持他 不是化验吗 然后又 一切境界都是 唯心所现 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所以你看 道理都通了 去跟其他的宗教讲 跟基督教讲 你相信 相不相信 你的神有万得万的 人家马上相信 有万得万的 那你相不相信 他有神通道理 他能在佛教 变现 释迦牟尼佛 他能在伊斯兰教 变现 穆罕默德 因为那个时代 交通不发达 那其他那么多地区 他怎么去度 所以都是你的神的神通 变现他们可以 接受的身份 去度他们 一定 很高兴 都是我的身边 一个神 只有一个真神 就是我们 大臣经讲的 一个自信 十方三四佛 共同一发神 你看理论一讲 没有宗教反对 不就团结起来 要做四色法 请客送礼 好 所以我们遇到师父 不容易 这个缘好好珍惜 跟着他老人家 由不三界 无所挂碍 前面还有 静于佛者 视为大圣 时当念佛 截断胡怡 拔诸爱欲 就是把我放下了 度众恶缘 把知识之力放下了 开示正道 度众 度 度 度位度者 由不三界 无所挂碍 开示正道 度位度者 什么时候 过这样的生活 念头 什么时候 过这样的生活 当下 你还有其他的念头 又是分别心 执着心起来了 六根接触六层 你会吗 不分别 不执着 就会修了 好 那我们顺着刚刚 方晴学长讲的 家文化 做表率 这师长讲不讲调 请问一条龙 假如没有家文化 一条龙能产生作用 所以一条龙里面 有孝冲 有鱼海 有方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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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相不相信 接下来谁在讲 谁都在里面 重重 重重 无尽 哇 很有味道 是看哪个是主 哪个是伴 没有家文化 老师都吵架 再好的学生 培养得成 不可能 所以你看 师父的这些 旧式理念 它是融在一起的 那大家当前 是什么缘 当前就精力去做 好 这个是家文化 来 我们集团的学长 我们 袁玉学长 老师好 大家好 就是 目前还有落实 就是 合合的团队 六合镜团队 对 还有一个是 慈心菩萨 慈心菩萨 对 戒杀方式 这个对我们眼前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请坐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欲知四丈 刀兵解 但听徒门 夜半生 为什么这个世间会有战争 根源不是谁看谁不顺眼 那是表象的东西 根源是什么 杀业 所以怎么让世间人 借杀放生 才是真正化解 刀兵解 战争的 大根大本 甚至于 是化解温室 效应 现在唯一 而且是最有效的 方法 就是让大众吃素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废弃 因为要吃肉 养了一大堆的牲畜 他们排出来的东西 那些一氧化氮 这些东西 就是温室效应 最严重的 比汽车排出来的 还要严重很多 甚至于你要养这些牲畜 又要把原始森林 都要砍掉 原始森林一砍掉了 地球的肺越来越小 天一发动全身 所以要化解这个世间的温室效应 跟战争 从哪里做起 餐桌做起 好 来 还有哪位学长 好 我们请问学长 好 法师好 大家好 曾经听过师长 关于阿饭店的一段开示 就是只要看到阿弥陀佛 一个客人从住进去 到他离开 至少能够念上十几句 来追更多 所以由此我就联想到 其实师长应该是跟诸佛菩萨 同一个鼻孔出气 最终是让一切有缘的众生 能够种上这个金刚种植 最终能够求生净土 一生完成佛道 得到旧经的泄脱 然后再广度一切有情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法华经》是成佛 这是法华 《法华经》里面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 叫一称拿摩佛 皆以成佛道 这成佛 这一句佛号是金刚种子 大家现在在大饭店的护持之下 吃啊 用啊 睡都很欢喜 请问大家 这个牌子树上去容易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甚至也不要说你们不了解 连同仁 你们就是大饭店的同仁 都不一定知道 因为有一些很紧急啊 很难的都谁在处理啊 我们吴董事长在处理 你们没有仔细看 他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没有啊 我们吴董事长看到我们都笑得很开心啊 那就像垂德的父母 他一定跟他 你好好念书 好好念书 他们在耕田的时候 辛不辛苦 你说他的父母会跟垂德 垂德啊 我很辛苦 我很累啊 会不会 垂德你爸爸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 你看 父母的心 师长的心 领导的心 通通是一样的 他们有那个责任啊 所以为什么父亲是天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君是天 他有他的道理啊 看得懂的人他就念恩啊 什么叫上报是重恩啊 没有父母扛住我们怎么健康成长 怎么有这些好的姻缘 没有师长老人家 他一生忍受这么多侮辱 艰难困苦 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修学环境 不都是受他老人家福报的批应吗 所以懂得去领悟的人 他会突然成熟了 突然长大了 长大不是说你多吃一点你就长大了 那是身体啊 成不成熟那就看他 念恩 看得懂恩 知恩的人 他很快就长大了 为什么知恩的人必然感恩 听一步什么 报恩 好 还有没有哪个学长 好 秋香学长 大饭店 他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要讲也讲不完 我就讲一点就是 特别突 就是比较特别 没关系你尽量讲 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 饭店的那个四镜文化 它是那个是对外的 就可以叫化人心 就是禁婚 禁婚心 禁非夫妻同房 还有禁烟禁酒 这四镜文化就让一些 没有闻到佛法 然后有远走进饭店的人 种下一颗上的种子 这个伦理就是他们也能够知道 这个伦理道的就是特别的就是 那个非夫妻同房 禁烟禁酒 禁婚心 禁非夫妻同房 就是没有结婚 真的人也不能够到那里去住 他们慢慢就有 大饭店是一方净土 这里没有造业的机会 是的 这个就是对外的 然后对内的就是有教育 就像刚刚方济学长和园芸学长说的 那个和和团队和家文化 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中积福 然后也可以学习增长 惠秘 还有很多 那我就先这么说 你没关系 不要客气继续讲 说不完 不是你真的有的话 你讲没关系 大概你就大的就是这些 然后小的也是从这里面延伸出来 你有想到的 有想到的就这样 不要客气 一家人不用客气 在那里工作 没有那种 不想到别的团体里去上班 有那个排外 一下子就能够融入进去 然后也就是幸福感 就是有很高的幸福感 不会有那种 觉得自己要有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融入进去 然后大家也是像兄弟姐妹一样 真的有那种家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注意听秋香讲的每句话 都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 这个社会乱乱在哪 为什么人会小学就要自杀 请坐 他都把答案告诉我们 你看到这里很快就融入了 不会排 根源是这个社会是从幽然就叫竞争 到最后说没有竞争活不下去 好 没关系 你有没有空吃顿素食 可以 你请我我就去 好 进去答案 感觉这里的人磁场不一样 对人都很和谐 这我不大相信 但是又觉得好像蛮特别的 好 他们好像招聘仪式 我浅进去看看 他真的还假的 他进来 反正不行 走人就好了 进去说原来 他干真的 这么和谐 居然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团体 这个团体立即来了 全世界最大的危机在哪 信心危机 你看师长老人家讲 他联合国参加那么多场 把老祖宗的东西讲完之后 人家给他一句话 是理想做不到 老人家怎么说 给我当头一棒啊 冷水浇头啊 接着师父怎么做 你看 重死生死诸苦衷 如是愿凶永不退 他找方法 那既然他都怀疑 得什么 做实验 所以师长老人家 他的智慧是洞察问题 马上有解决的方法 这叫智慧 我们可能就发现问题 就很痛苦 没有赶快把法给用上去 所以师长老人家 一接触什么 他有一个理念就出来 因为他看到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一条龙一直强调 已经看出来 一定要有圣贤人 才有办法 好的理念 没有圣贤人去做 也没用 人存证据 为证在人 好 那我刚刚叫 秋香 尽量讲 不要客气 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他讲的越多 一个大饭店里面 有几个老法师救世的理念 全部在里面 没有一个漏掉 他的员工的小孩 你看他的员工都扶持人家 一个进来最少念十生出去 功德大不大 结果一怀印伸出来 耳垂很大 有福报的人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为什么说福会双修 没有说会福双修 等觉菩萨还要花一百节 修福报 没有福报 你三头六臂 用不上 所以修福重要 福好不好修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同 所有的里面也在大饭店 所有的里面也在一条龙 好 那诸位 学长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谈的 我们要心包太虚 修学圣教的人 心量扩大是第一步 尤其要做弥陀弟子 没有把虚空法界放在心上 这个叫有名无始的弥陀弟子 哪有你当他老人家弟子 不跟他同行 那怎么当他弟子 一切皆成佛 师愿若刻果 大千因感动 他老人家希望虚空法界 一些众生都成佛 好 那我们 要给宇宙表法 首先要先 给地球表法 一报 随着正报转 可是这个一报正报 要先拉回来 最近的一报 这是学习的次第 各物自知 诚意 正行 才能什么 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天下 是国家的一报 国家是正报 国家是一报 家庭是正报 家庭是一报 修身 是正报 修身 是一报 诚意 正行 这颗星 是正报 是吧 所以为什么说 高高 山顶立 还有什么 深深海底星 好 那我们现在 要给地球 做榜样 首先要把哪里做 中国 现在只有中国 和一旧世界 其他的 他没有这样的 祖先的智慧 他解决不了 好 中国 要做榜样 要从哪里下手 大饭点 要从教育下手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所有的问题 从根本上看 就是人心 人心 其他 钱啊 外交啊 武器啊 什么什么 都解决不了 只有教育 才能解决 人心问题 所以老祖宗 这句话 很有智慧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好 那只有教学为先 教育最重要 那请问 要振兴教育 现在要 在什么地方下手 师父说了两个 旧级 国文 补习班 就是我们现在集团的 七天班 或者每一个礼拜 宣讲经典 这叫旧级 是吧 根本呢 一条龙 好 那既然一条龙 是根本 要从一条龙 做示范 才能振兴 整个教育 其实 陈德现在 跟大家交流的 重点在哪 我们现在要找到 可以把中国教育 振兴的支点 把支点找到了 可以把地球 翘起来吧 把支点找到了 可以把中国大陆的经济 翘起来吧 现在假如支点找到了 可不可以把中国的教育 振兴起来 可以啊 就是要 一条龙的什么 实验 因为信心危机 你没有做出来 人家不相信 好 那你要做一条龙的实验 还得 本土化 现代化 重不重要 结果你那个一条龙 是在体制外的一条龙 说 那你做得到 我做不到 请问现在大部分的人在哪里 其实呢 而且国家已经下文了 要接受义务教育 不可以以师俗啊 国学 取代什么 义务教育 都发文了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 度得量力 审视 责任 这些都是我们要客观了解的 所以这一个实验 在体制内做成 实在讲 教育官员 苦不苦啊 家长苦不苦啊 老师 容易不容易啊 大家好像现在很努力的人 他也觉得 好像方向需要调整 可是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做 教育界的人有多少觉得 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样都是应试教育的话 把孩子的悟性都什么 都变成考试机器 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啊 成德也不愿意这样啊 我也是这样出来的 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考考考 考到最后都没有人生的目标去了 所以实验重要 好 所以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你们好像 还没有回魂 我在讲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段 因为收个回 刚刚刚说 会修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把人世间最恶的缘 大的磨难 恭喜你 然后这个上天特别瞧得起你 他不找别人 就找你 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 我讲这话有根据的 孟子 跟他们 他们一样的 跟他们一样的 遭遇很多磨难的 也不少 他们走通 可以给很多人信心 所以每个人的缘不同 都可以广修共有 都可以给后世的人 一个最好的榜样 这都是无量的功德 所以师长老人家 我们感恩他什么 他也面对人世间 这么大的磨难 弘法三十多年 最后被人家赶出去 大不大 他老人家怎么面对的 最大的磨难 就是他老人家提升最快的因缘 逆争上缘 老人家离开台湾的时候 写了一段话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很多弟子记得要死 他老人家上去了 又在新加坡三年 又不得不走 他老人家写了 处逆境随二缘 无尘会业障尽消 随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服惠权献 这个话怎么来的 他老人家亲正的境界 那是他的心得报告 又上去了 结果一到澳洲去 世界的人 联合国的人就接上去了 所以把老人家赶出台湾的 是不是佛菩萨 赶出新加坡的 是不是佛菩萨 所以你看师父演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佛菩萨 所有的缘都是来成就我的 只有他老人家是学生 这就是善财同志 物是善参 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